中国是在30号的晚间8点12分成功将巴基斯坦多任务通信卫星发射升空 随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表声明 祝贺中国成功完成发射任务 表示这次的任务成功 彰显巴中两国强有力的合作与伙伴关系 同时也说正式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推动八国家进步 搭载巴基斯坦多任务通信卫星的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了进入预定轨道 夏巴兹表示这颗卫星是拥有先进的通信技术 有望改善人民的生活 促进电子商务网上的政务以及经济发展 也向所有参与这次任务的人员致以衷心感谢